地元政治伏勢紧张之下 欧美资金对内地和香港市场戒心越来越高 政府近年积极开拓中东机会 从股票到家族办公室都积极寻求合作 最新就在ETF层面取得突破 地元才爷上个月预告 香港将会在11月29日 有亚洲第一只追踪沙特阿拉伯股票市场的ETF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